请教敏凤 你怎么观察这个周末各自的动员跟造势 我觉得陈时中这个游行 大部分人是看好的 就是说它表现出是比较 因为它是不是只风车扮的 政治性比较低 然后这个温馨度比较高 那跟那个所谓霸函的时候 那两趟的游行是 大家的感觉跟调子是有点像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帮忙 那同时陈时中在这个游行 他讲出了两个口号 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 第一个就是投蔡英文一票 就是等于投陈时中一票 投陈时中一票就等于投蔡英文一票 再来就是说没有2022就没有2024 那这两句话就代表 他把党内最重要的两张牌 都是拿出来了 所谓陈时中一票 蔡英文一票就是蔡英文 2022跟2024就是赖清德的票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整个喊出最后的口号 我想他未来就是一直打 因为在台北市 他的支持度跟上次 跟蔡英文比起来还是少了一点 所以他用蔡英文的支持度 来拉抬自己的声势 这是合理的 那因为他这个所谓的 在台北的所谓讨厌度 好像比较高 花东啊南部啊通通通都有 最后一天天会去 而且所以没有去 但是他还是喊了2022等于2024嘛 就等于弄赖清德 赖清德的这个 很多议员的候选人都找他助选 而且有人跟我讲说 他本来蛮差的 后来跟就跟赖清德和 和录那个电话录音之后 声势有比较好 而且有一个绿色电台 全部排下来都是跟赖清德的 那个录音拉票 结果他就 这个电台就去跟那个议员说 你们可不可以抽调一两个 我这个电台一早上听起来都是赖清德 就有一个电台 有不同议员 但是都是赖清德的败票 所以那个电台从早到晚 就是赖清德电台 我跟你讲我在马路上 我在马路上看到两个议员的广播车 然后都是赖清德用台语败票 在台北街头 台北街头 那个非常明显就是在诉诸铁票 对对对 但是都不是议员本人 都是我是赖清德 然后整整整整 就开始讲一大堆 对那个电台又很伤扰 因为他这样听起来都是赖清德没有差别 所以就叫他们换几个人 那所以说 那我问你 那表示这张牌对铁票的动员有用 非常有用 而且那个议员就说 效果很明显 只要跟赖清德有合到电话 他的这个所谓大注意度 或是这个手碾度就会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陈中为什么要最后用这两张牌 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因为蔡英文本来就是他的老板 黄珊珊的晚会好像也是这个礼拜在台北要举行 黄珊珊昨天的场子含有一个特殊人物叫做黄国昌 对 黄国昌上去帮黄珊珊站台 对所以说 所以时代力量可能也会裂解吗 时代力量早就裂解了 时代力量有一些人是很讨厌柯文哲的 但是黄国昌昨天是挺黄珊珊的 时代力量已经裂解了 因为不讨厌柯文哲都跑了嘛 像那个 你说林长佐闪亮台 很心酸的 那你们是支持柯文哲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一场的 在台北市可能这礼拜也是一个蛮关键的 那新竹市大家就要看 因为你高宏安一直手拿的版面 手拿的影带或是照片 就是说郭董怎样怎样 然后刚才那个张一善也讲说 柯文哲站在旁边可能不是滋味 因为他一直讲说郭董 郭董怎样怎样 那所以大家变成 郭董到底会不会去占 高宏安的台 是一个期待值了 那事实上这个 对高宏安自己是很不利的 因为很多人都传出来 郭台铭对他是有点 不太高兴的 就是说为了他这个助理 他的案子到了助理会曝光这个东西的时候 郭台铭不是说有没有贪污 是说你为什么会对员工这么苛刻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郭台铭现在人也在台湾啊 他好像去看一个什么展览 可是对于 昨天他跑去看球赛 对对对 他跑去看魔兽吗 因为魔兽很汪嘛 对对对 对于高宏安一直深深呼唤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回应 可是旁边 而且他还把刘又彤请回去了 所以这表示说 高宏安对于郭台铭的期待值呢 是可能 大家拉高的期待值之后 如果郭台铭没有相关的回应 到最后没有出现的时候 反而是害了高宏安自己 好那敏铭我跟你讨论 最后的关键五天 所有的议题事实上 都会打得非常的激烈 而且版面会有排挤效应 就你刚刚讲 平方说柯温泽如果抢版面 高宏安的版面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陈时中的造势 当然有画面有版面 那相对于上 蒋万安没有大托的 蒋万安的版面 也会遭受到排挤 那最后五天 这样的肉搏跟攻防 会影响到最后的投票行为 或者吹票的投票率吗 我觉得基本盘呢 我觉得基本上 已经吹得差不多了 现在吹的就是年轻 还有一些中立选民 本来不想投票的人 这几天因为吹得太热 这个热度已经起来 明显看到 这个想要表达医院去投票的人 比以前问起来的时候多嘛 就是说以前问那个不认识 问朋友说要不要去投 他们说哪一天投啊 不知道 可是你现在问朋友 朋友就说我一定去投 那对这些人他们会看什么 有人就会牢牢式的说我选前去 前一天我就把证件拿出来看 有人在看证件投票也是有啊 然后有人就看这种氛围 所以这种陈时中 昨天那一场的氛围就很重要 所以蒋万安也是要造势的 最后再凯道那一场也是要造势的 所以这个团结的氛围对大家 现在最后就是拉多少年轻人 跟拉多少中间选票 出来投票 这个是三个正以头 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如果这块拉得出来 投票率才能拉高 拉高对 而且可是现在 如果你是总理的人就算 但是如果是你年轻人 现在民党有点就是进退两难 他如果拉高年轻人这一块的时候 有利于的是黄珊珊 那他当然会觉得说 黄珊珊如果跟蒋万安这个票分的均匀一点 他就会他就会比较有利嘛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年轻人把黄珊珊拉太高了 那到底有利不利 大家也不晓得会不会赢过这个陈时中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 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讲 他们是希望那个中立的选民可以多关注 然后把陈时中这三年的苦劳 多强调一下 抵消一下那个蓝营 一直打他那个防疫不利啊 或是民进党防疫不利的这个效果 好我们稍后回来